多數人選馬英九是因為希望你四年內達成你要達到633 沒有人說我要給你八年 因為台灣的總統任期就是四年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的說法是有點在為自己便捷 我覺得這可能會在選舉過程當中造成反作用 大陸那位朋友提出來的 我覺得我的答案就是因為台灣是民主社會 大陸這部分目前還是很欠缺民主的一些素養 所以包括人民有沒有權力來決定自己的未來 這部分在中國大陸還在萌芽當中 所以也造成各位大陸一些部分大陸的朋友 可能還是比較認為說只要中國大陸崛起 只要軍事能力強大 我們就可以統治整個世界 我覺得這樣子的說法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的民主的一些養成 才可以來慢慢的讓中國大陸朝向一個比較民主開放的社會發展 好 非常謝謝劉士忠先生這麼精闢的說明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繼續接聽電話 接下來我們來接聽來自台灣台中的姚先生 姚先生請您向兩位來賓提問或是簡短發表看法 我是台中的老朋友向全球的海內外的親戚朋友 護老兄弟大家問候 我簡單的說三點啊 第一點是長期的國策啊 這個美國它有長期的國策 然後當然它第二點它也有短期的一種經營的方式 但是它的國策跟經營的方式啊 它是全球化跟區域並重的 第三點啊我是說啊 這古今中外的時間跟空間的觀念啊 美國的傳統基金會 它這個很希望的是國民黨能夠勝選 然後過去的八年這個民進黨啊 它的表現啊 為什麼大家選這個馬總統出來 主要就是要來整理撥亂反正啊 把民進黨的爛攤子啊 能夠管救回來 然後才投了這個馬總統一票 結果現在的這個陳水扁啊 它就做了 這個是歷史的一個必然現象 謝謝 好 謝謝姚先生的來電 那麼姚先生您剛才提到說 美國的智庫傳統基金會 希望國民黨來那個繼續來執政 這樣的說法 我們待會會請現場來賓來提出回答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繼續 接聽來自江西的李先生 李先生請您向兩位來賓提問 或是簡短發表看法 好 謝謝李先生您的來電 那麼姚小瑜還有許多聽眾 我們就和觀眾在線上 我們接下來來繼續接聽 來自陝西的敏先生 敏先生請您向兩位來賓提問 或是簡短發表看法 我來聽一下 您如果說是簡短發表看法 喂 您好 請說 但是美國對台灣的對台灣對台灣對台灣的動線 影響不會這麼大 我想法來說是大陸對這邊還是能影響得大了 像美国和台湾都是民族政策 大陆这边对台湾不一样 现在来自台湾 美国对台湾的捐收 捐收你看大陆这边是要锁了 不过你来就锁了一个项目 虽然是大陆人 据说 咋这个咋不清楚 据说是到了这边 因为那些水弹对了台湾 我想如果是 咋不对了台湾的话 台湾是不是就不用买那些东西了 好 谢谢敏先生您的来电 由于现场还有许多的听众观众来电了 我们继续来接听来自台北的谢先生 谢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是简短发法看法 喂 请说 你好 我想请问 台美如果有民间症 那两岸如果爆发战争 那会不会有跑到美国避难的 会不会这样比较方便 那如果去美国避难的人数 可能会有多少 几百万人是不是有可能 那两岸的和平发展统一 而不是用武力统一的可能性有多大 好 谢谢 好 台北的谢先生提出几个假设性的问题 那么在接听下一轮的电话之前 我们先来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刘萍先生 对于刚才听众观众的来电 有什么样的回答 特别是其中一位观众提到了说 台北的不是 华盛顿的智库上有基因会 希望国民党继续执政 您在华盛顿采访新闻 有这样的感觉吗 这个 而蔡英文主席在演讲的时候 我也在这个传统基金会的现场 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美国他很好奇 不同的候选人 他们所表达的政纲 所以这个不同的党派来的时候 美国都是很热情的欢迎 一方面是做主人的道理 一方面也真的很想最直接的了解 你心里头究竟怎么想的 但是你说会希望哪一个人 那你看每一个基金会 有很多个成员 每一个人各自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到最后 我们为什么总是要回到 您在开头的时候提到的 国务院的官员 国安会的官员 因为那毕竟才是代表官方的立场 那我们讲的最白一点 也就是刚才这个 适中开始的时候也就提到的 什么是符合美国最大的利益 这个是美国最要追求的 而目前的情况 在台湾是这种民主的选举 它产生的这个候选人 美国是必须要这个 寻这种正常体制跟他打交道的 所以美国如果跳出来说 我支持这个或者我反对那一个 那当然是一个很不智的做法了 非常谢谢刘萍您的说明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 在台北现场的刘世忠先生 对于之前的听众观众的来电 有什么样的回答 世忠 对 刚提到美国智库的一些态度 也许个别的一些学者 他会直接或间接表达 他对于台湾选与大选的一个期待 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 目前两岸关系蛮稳定和平 马英九上来三年多的 那如果马英九可以连任 可能继续延续这个和平 那有些人会担心说 民进党回来 特别是民进党拒绝接受 马英九政府现在跟对岸 维持这样一个对话的基础 九二共识 那可能会对台海关系 对两岸关系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 我想有些美国学者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评论 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评论 都是比较属于个人的 也是比较偏狭的 换句话说 台湾的选举投票是台湾选民 台湾选民投这一票 给蔡英文或马英九 或其他候选人 他们的考量 不见得是美国人那样的想法 说台海是和平什么的 那可能更多的关心的是 自己的吃不吃得饱 自己的工作有没有着落 自己的薪水有没有增加 所以我当这些国外的分析家 在看台湾选举 特别是美国的一些观察家的话 他可能会比较着重在 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台海能不能和平稳定 他们比较不会去看到说 真正台湾民众 台湾选民在想的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选举可能是这样 不管美国自己总统的选举 也会这样子 那另外最后台北的 有一个谢先生提到说 台海发生战争这个问题 我相信台湾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 会希望他在执政的时候 台海发生紧张或甚至于战争 我想对岸 中国大陆领导人 也不希望看到这个状况 因为毕竟两岸之间 这样经贸一个焦点 包括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对中国的经济 也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也不会去预见 说有这样一个情况的发生 所以说为什么说 现在台湾的一些领导人 特别要进逐总统大位的人 或说要挑战马英九 现任总统的职位的蔡英文 他们提出来的两岸关系 都是比较朝向和平稳定对话的 但目前为止 大陆上对于蔡英文的一些看法 两岸真的看法 还是抱持了一个 我不想跟你谈 除非你接受某些前提 我才跟你谈 这样一个比较坚决的态度 可是我个人认为 两岸关系 刚提到那个包括王毅 之前提到王毅说到 框架也愿意跟民进党谈 我个人 我个人现在在学界里面 跟一些大陆的一些学者的 一个接触 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说 其实大陆内部 特别是一些国台办系统 有针对民进党 针对蔡英文 她的两岸的政策 有进行一个 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分析 那他们也不排除 跟民进党有任何的对话 特别是智库跟智库之间的对话 我想民进党的党中央 包括蔡英文持这样的态度 所以我个人倒是认为说 如果明年真的 蔡英文营的民进党重新执政 中国大陆大概会采取一年 至少一年的一个 听其言观其行 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 也慢慢开始 这个所谓的现实派 务实派这个声音 也慢慢会出来 只是说会不会去影响到 能不能去左右影响 中国大陆领导人 对台湾政策的一个调整 这可能才是比较 未来是我们要观察的 我加一句话 对 请刘萍 好 这个要特别澄清一下 因为这个节目的收听 收视人很多 蔡英文没有在 传统基金会演讲 蔡英文这次在华府的演讲 是在美国企业研究院 这个我们必须要说明一下 好 非常谢谢刘萍 那么接下来 其实我有个问题 想要请问世中 就是说那么您个人观点 就是说如果中国愿意 松动到一个中国框架 民进党愿意这样子 在这个框架之下 进行两岸协商吗 没有 目前为止 民进党领导人 特别是他们的官方的 就所谓的总统候选 蔡英文从来没有说 只要中国认为说 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 他就愿意跟他们谈 我想蔡英文她自己的想法 就是台湾共识 那台湾共识比较是属于 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 在两岸的部分 我想就民进党来讲 其实就算是 现在执政的国民党政府 马英九政府提的九二共识 它也并不是一个 台湾整体内部的共识 它并没有经过台湾内部 一个比较民主程序的讨论 只是说因为 曾经在20年前 曾经有这样一个 所谓的一个默契吧 那时候九二共识 这四个字 也不是说在1992年就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 蔡英文所选择的两岸的做法 是先凝聚台湾一个内部 最大的一个公约数 以这个为基础 来跟对岸谈的时候 所以她不会去预设说 未来是不是一定要在 一个中国的框架 还是说一个某一个特殊的框架 这都是要等连赢了之后 那对岸也有那个意愿跟她谈 有一些务实的声音 愿意跟她谈接触 有一个互信的基础建立的 才能够去谈 所以我想现这一段 民进党包括蔡英文 不会针对这个 所谓一个中国的框架 来做任何回应的 好 非常谢谢市中 这么清楚明确 还有深入的说明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我们接下来接听 来自中国辽宁的王先生 王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是简短发表看法 首先就是你们四个台湾人 叫四个台湾人 在互相吹捧 首先来说 那位台湾刘先生 我经常在台湾媒体上 听到你民粹的声音 首先来说 你是坚定的台湾分 这是明确可以确定的 首先来说 大陆不存在什么现实派物实派 将来决士打击台湾 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来说 如果目前对台湾 现在属于一个战术性的政策 首先我们真的不想跟打仗 打仗对中国的经济影响 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大 不会像你所说的 对中国影响有多大 只不在中国对世界上 其他各国的道义上 道德上 战术上一些 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当然我们最大的目标 是先超过美国综合国力 我美国执行的霸道 中国执行的 我们是奉行的是王道 当然顺我惹生逆我惹亡 台湾的未来生存问题 会越来越小 新代领导人 越来越会对台湾 使用更加强硬和自信的政策 来围堵台湾 台湾 台湾当下的 不管是一个中国也好 两个中国 即使八个中国 其实我们本身就不在乎什么 当然未来解决台湾 台湾问题 想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是一种幻想 必须通过武力经济丰富等一些军事上 经济上硬实力的强硬 对台湾实行遏止 首先来 这是台湾人 唯一能解决台湾问题 唯一的办法 这是 也是未来的一种大趋势 台湾未来的在国际 好 谢谢王先生 您的来电 由于现场很多的听众观众 有许多电话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 适中对于王先生来电 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因为他说你是台独分子 您的回应怎么样 对 还是一样 就是说全中国大陆 有13亿的人口 那当然王先生 只是代表一个个人的意见 这我完全尊重 因为在台湾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骂我们的总统 那如果说 您如果也能够 这样来批判您的国家领导人 政策不对 这就表示中国大陆民主 我也是我比较期待的 就是说 台湾人也不想跟中国大陆打仗 我们也不想打仗 那我相信绝大部分的 大陆的同胞 也不会想要跟台湾打仗 那甚至您提到的说 武力才是唯一 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手段 这好像也不是 反映在现在 中国大陆领导人的 真正的政策里面 现在中国大陆领导人 还是希望说 至少我的观察 在我的专业观察 是比较希望透过经济力 政治力来慢慢来 来框住台湾 让台湾没有一个 寻求独立的空间吧 我套句你们的领导人 经常讲的话 所以武力我也不觉得是现在 中国大陆官方唯一的 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手段 因为他要关照到的 除了是影响两岸关系 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 影响到区域的和平 甚至影响到国际秩序 如果中国真的认为 包括中国大陆的民族 认为你们是崛起的 是世界大国的 甚至可以超过美国的 赶过欧洲的 承担更大更大的一个维护区域 跟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责任 崛起的大国大家都会很看重 可是你也要连带 要负起一个崛起大国的 一个国际责任 好 谢谢侍中您的回答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 来自台湾高雄的刘先生 刘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是简短发表看法 我觉得台湾那个选举很奇怪 那个怎么一到选举 那些政治人物就跑到美国 去干什么 说东说西 那韩国也有选举 日本也有选举总统 菲律宾也有 我看没有人跑到那边去 对不对 你只要把两岸关系搞好 把国内的经济搞好 福利搞好 就有选票了 那选票在我们台湾人的手里 你接见什么什么 副国务亲 什么美国人 他们有投票权吗 笑死人 对不对 你把台湾搞好就有选票了嘛 你说那 刚才那个台湾那个学者 批评那个国民党633跳票 那个民进党那内政部长 那个急政线 高雄市长说发国民联金 结果两个月就停止了啦 那个民进党怎么不讲呢 这么严重的跳票 请那个台湾那个学者 回答一下好不好 你怎么不平呢 谢谢 好 刘先生的来电的问题呢 请世忠在台北提出回应 马世忠 民进党之所以在2008年下台 就是因为人民觉得 他做得不够好 所以下台了 好像这是人民一个民主选票 那同样的 您刚刚提到余政县的前县长 他可能他后来也是 也是有一些 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 换句话说 台湾有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机制 选票或者说司法体制 来去给予没有做好 让人民失望的那些政治人物 一个没办法继续执政的一个机会 我想这是人民的权利 包括高雄那位流行人的权利 所以你也有权利去 在你明年1月14日 要投这两张票的时候 你也用你自己判断的标准说 为什么蔡英文要去美国 为什么马英九 还要派一个金普总统去美国 没有必要嘛 所以你因为这样而不投谁 就绝对是您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政党 所以政党轮替就是让 你这个现在做的政府做不好 你就把它轮替掉 这是人民的权利 这也是我想高雄流行人 你应该要继续珍惜的 您这样一个选票的基础 那我也不用去特别 为民进党政府 或为某一个人来做辩护 基本上下台就是一个人民惩罚 你对这个政府做不好的 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 那至于怎么样投这一票 就由您自己来判断 好 非常谢谢世忠您的回答 那么您刚才的话 民主让我想到 已故的邱恒达先生 一句话民主是自作自受的制度 就是说你选出来的人不好的话 你就自作自受 下次惩罚就不要选他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 在华盛任现场的刘平先生 刚才高雄刘先生的话 也反映了一些民众 台湾民众的心情 就是说为什么每次在选举前 就会两党的候选人到美国来朝圣 是不是台湾对于美国 还是有什么样的迷思呢 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在美苏冷战的时候 美国谁要选总统 要到苏联去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在全世界 最有能力和美国抗衡的是苏联 所以他要很清楚的 第一手的了解 这个俄罗斯大鼻子怎么样想 同样的俄国人苏联也想知道 美国这个未来的可能的总统 他是怎么样想的 所以这样的这个互动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这个不能要 但是同样的 今天我们在前面一开头就讲了 这个美国他对于台湾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 比方讲军售 比方说台湾至少在很长很长时间 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外来的技术 然后台湾所学习的很多事情 硬体的软体的硬件软件 包含美国的民主制度等等 他都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台湾很想来美国 来这个地方有一些直接的交流 还有一个很要紧的 美国您在节目中间 开头用了一个字很微妙 美国说什么做什么 或者不说什么不做什么 或者什么人跟你见面 其实他非常微妙的 能够达到一定程度 发挥他的影响力 所以说来说去 在K医院的将来 台湾要参选总统人 到美国这个地方来加强互动 增加交流的机会 是应该还是难以避免的 非常谢谢刘萍 您的说明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 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 接下来我们接听 来自湖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是简短发法看法 请说 好张先生不在线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 同样来自湖北的刘先生 刘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是简短发法看法 好 技术的关系刘先生也不在线上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 来自广东的李先生 李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是简短发表看法 喂你好 请说 今天晚上的刘先生真多啊 两位刘先生好 你好 我想发表 我不同意刚才那个王 辽林的王先生他会有那个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 但有民族主义是比较好的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民族主义的话 这个民族就没有失望了 我对台北的刘先生 比上次的印象好多了 希望你多来大陆走走看看 多了解我们这里的人的想法 就这样 好的谢谢广东的李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接听两通电话 一个是来自山东的苏先生 苏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是简短发表看法 好徐先生可能不在线上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来自台北的王先生 王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是发表看法 喂你好 请说 那个我是觉得说 因为像这边 我们在台湾这边的话 有一些对民进党比较友善的报纸 就会在讲说 蔡英文这次去美国 去了五角大厦 是这个以前没有过的 然后呢 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对蔡英文是很支持 那要不然就是呢 这个民进党办了什么活动 这个AIT的几个官员去了 然后还讲了什么话 所以说你说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影响没有 当然你台面上不能这么讲说 大辣辣的就说 我们怎样怎样那不行 这个小动作啊 多想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 那解读上 台湾人这边解读上 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这个台湾有点习惯 跟中国人差不多 因为有人喜欢狭阳自重 哎那狭阳自重不得了 哇有这个美国人给你背书 感觉就不一样 那对这个选举你说有没有影响 我想说绝对有影响 那我不知道那个刘先生在华盛顿 回来看台湾 跟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从台湾看出去 能不能认同我的看法 哎谢谢 好谢谢王先生来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最后一通电话 山东的徐先生 请您向来为来宾提问 或是简短发表看法 好徐先生不在线上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 在华盛顿现场的刘萍 对于刚才这位观众的来电 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好的 确实是美国他有他自己的利益 他在追求他的最高利益的时候 他采取的一些作为 我们是值得密切关注的 当然了我们也要很小心 我所说我们包含每一个人 包含我们的读者观众听众 避免产生一个误解 那最重要的理解就是说 台湾是值得尊重的 这种民主体制 这样的民主体制 它的前途掌握在台湾 自己用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这样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基础 这样的机制是值得别人尊重的 所以当美国他要对这个事情 发表看法的时候 他一定会讲他尊重台湾的民主 因为美国人自己的 这个尊重他自己的民主 他当然也应该尊重别人的民主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 而且是强国应该有的态度 好 非常谢谢刘平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现场交给台北的博弈 由他来做简单的总结 博弈 好的 那么节目剩下的时间 大概是有两分多钟的讨论时间 我们是不是请两位来宾 各以一分多钟的时间来进行 简单的回应以及结论 是不是先请台北的刘世忠先生 美国绝对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友邦 虽然说我们没有政治邦交关系 所以在台湾总统大选 美国都非常关注的 美国官方或是非官方 对台湾的总统大选所表达的 直接间接的任何动作或说法 都会去牵动一点点 对台湾的选群的影响 可是也不见得会全部都是影响 所以刚刚台北王先生那个讲法 其实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 可是我倒不在同说 为什么一定要狭阳以自重 因为我这个触发点倒不是狭阳之重 我是说希望能够 就挑战者民进党而言 蔡英文而言 希望能够重建跟美国的互信 就马英九而言 他也希望让美国更知道说 我在台湾的领导 不是只有两岸关系和平 我内政也做得不错 所以两方面在这次的 华府的一个操作 不管是蔡英文去 或是马英九不能去派金普通去 都是要跟美国传达这个讯息 也让媒体的一些公开的报道 可以在出口转捩下到台湾 希望能够对他们各自的选情加分而已 那如果说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选民 有自己的心理已经定了 我投蔡英文或投马英九 就是为了什么原因 不管是为自己的能力 或者他自己的 自己个人的一些经济上 工作上能力 你就投这些票 我想也不用太去受到 美国的一些影响 好的 谢谢刘世忠先生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请刘彬先生 为我们做一分钟的结论 好的 我觉得很要紧的话 刚才都被刘世忠讲完了 确实是这个选票 一人一票 这个是等值的 这个是民主政治非常珍贵的一点 同样的道理 台湾跟各国的来往 包含经贸 文化这些关系 也都是同样对台湾 置为重要的 但是谁扮演最关键的角色 这就影响了候选人 决定要到哪里去 要跟哪些人沟通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还是回到 世忠刚才一句话 出口转内销 那么这些候选人也好 候选人的分身 在海外的表现 经过媒体 包含国际媒体的报道 让这些选民多一点的理解 或者是强化他们对于选民的吸引力 这也是在选举的过程中 或者要到美国来很重要的原因 你看过去的这些发展 然后投射到未来 恐怕这是候选人 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面 还是要走的路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对于今天话题精彩的分析 特别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这个热情的参与 还有电话的讨论 那么今天 尤其是要感谢 透过中华新闻网 来收听海峡论坛的 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容香 谢谢博弈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感谢中国时报 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 还有新台湾国策智库研究员 刘世忠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 积极参与 提醒您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 是他们的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 今天来不及参与讨论的 听众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对两岸关系 或者海峡论坛节目 有任何的看法或者建议 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gmail.com